多謝主席 我想跟進我的講題 來問ENB022和023的 有關打擊瓶危野生動物走私的問題 看回主題答案 你也會看得到 這兩條問題我們都問到 2018年5月1日的時候 我們就成功修改法例 將罰則提升到1000萬 以及最高監禁10年 我們看看2019年的數字 就以象牙的走私案件為例 其實總數有2058公斤 找到回來的 首先我多謝餘戶署和海關人員 很努力的工作 在打擊瓶危走私的動植物方面 其實也做得很好 但是你看看 拉了也沒用 因為罰得很輕 雖然我們修改了法例 但是2019年23宗案件 檢控了18宗 定罪人數18個 但是最高的罰則是6星期 或者最低就是監禁2星期 還要緩刑12個月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我們修改了法例 但是似乎 就是法庭方面 沒有根據修改了 而將這個罪行 定為非常嚴重的罪行 我們在立法會 已經說了很多次 走私 憑危的動植物 現在已經是 國際上 國際犯罪組織的 其中最嚴重的罪行之一 僅次於販毒軍火和人口販賣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不止一次 在不同的場合都提出 希望當局考慮將 憑危生物有關的罪行 列入這個 Oscol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希望可以進一步押止 這些跨國犯罪集團 利用香港走私生物 你一看法則 似乎我們修改了法例 都未能做到我們如期的效果 在這方面 我想問一下政府 打算怎樣去做 法庭那邊 司法機關 認不認同其實走私 這個憑危野生動植物 是嚴重的罪行 怎樣可以進一步打擊這個犯罪呢 局長 主席 我請我們環保署副署長 去答 不過我同意議員說 也跟進了議員的建議 怎樣加重我們的規例的法則 令整個系統 可以有更好的空間去執法 以及可以去懲治相關的走私的行動 局長 我想看回你回答我0.23的問題的時候 你都答沒有懷疑承諾 將他考慮納入這個OSCO 所以我想你重新考慮 我們請副署長裔補充 好嗎 是 是 請說 跟進這個問題 首先 多謝郭議員的提問 其實我們都會從多方面去看看 怎樣能夠加強打擊這個憑危物種的走私 剛才你都說了 我們也修訂了法例 提供了法則 相信這個 我們都會掩視情況 以及看回最新的發展 然後在不同的執法方面 跟有關的部門和情報機關加強合作 其實我們大家都討論過 研究過 是否要納入這個OSCO 這裏其實都需要考慮不同的因素 以及看回最終的目的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看回 我們本身 在我們現有的法例之下 其實相關的執犯人員 他也有足夠的權力 去作進一步的搜證 去查核等等的工作 主席,我覺得都是重複說回之前的事情 你們要留意 2019年我們檢獲了2058公斤的象牙 其實等於90隻的非洲大象 90隻的頻危的非洲大象 如果我們不可以當平均23kg一對象牙 所以如果我們不可以令到 我們整個香港 包括我們的司法機構 都認同這個是嚴重的罪行的話 其實在我們打擊方面 我們就算修改了法例 力度也是不足 我希望政府重新研究一下 盡快將打擊頻危野生動植物 成為你們很重要的工作之一 而納入這個OSCO 局長,你考慮一下